400米跑步技巧 400米不是全速跑完全程 而是要合理地分配你的体能 一般都是在最后一个弯道入弯以后开始全速奔跑道冲刺 而直到是一个保持出弯速度能力的最好体现 第一个弯道时可以稍稍减速 避免速度过大产生惯性作用 而到第二个弯道时要加快步伐频率 把自身重心降低 弯道过半后就可以冲刺起跑了 出弯道后如果还有力气就早加速 如果无力就晚加速 跑的时候一定要放松 跑的过程中手应该半虚握着 400米赛跑是一种常见的田径短跑项目 通常它是短跑中距离最长的 在标准的室外跑道上 400米正好是绕跑道一周的长度 运动员从错列的起跑线出发 并在全程中都分道赛跑